大家好,欢迎收听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东华凤九续写之君心似我心,作者浅谭。 凤九在人间游历时曾听的一句好话,叫做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凤九觉得凡人虽授而有忠,仕途匆匆,比起他们神仙慢慢仙徒,生死轮回皆在白居过西之间, 却不妨碍他们念的一首迎风送月的好本事,把微微红尘一应戒斗之士皆赢的有声有色。 凤九感叹,在青秋就没有这样有文化的神仙。 须知,青秋也有一轮鼎鼎好看的月亮,彼之凡间,像沾染红尘,青秋的月亮最为佼佼盈灰。 高贵清华,虽然人仙殊途,但这阴晴缘缺,速往交错之力却是相通的。 不止在青秋,九重天雀之上也是一样的。 今夜正是云月十五日,天涯共此时,青秋女君白凤酒,此刻正白衣飘飘,缓缓行至一十三天的蓝天门前。 头顶正是这样一轮斜辉浩月,将她一副轻力无双的容颜,称得更加妇媚灵动。 月色这样好,我却没什么风雅之事可以浅怀,反倒要行此偷盗之事。 哎,真是多么的可惜可叹啊。 凤酒轻轻发出一声感叹后,眉眼中却闪似过一丝俏皮,扣起无名指,粘了个隐身绝,闪身入了天空。 凤酒顶着青秋小地鸡的名头,无忧无虑地逍遥了数万年。 虽然数着宗族规矩,正经上了宗学,却始终本着选修科必逃,必修科选逃的宗旨,于数法意图学了个胡伦。 索性凤酒自幼跟着姑姑白浅,上天入地地胡闹,很是会明白打架对一个行走江湖的女神仙的重要性。 对于成为像姑姑一样四海拔荒,人人景仰,无人敢欺负,又打的一手好架的角色来说,心中很是存了一份念想。 因而别的课业虽然马马虎虎,却洗得一手好剑,在青秋同辈人中也算是个难逢敌手的好角色。 因此,也算为青秋白家留了些颜面,勉强将白衣糊弄个数千年。 然而,自三百年前白浅加入天空,凤酒懵懵懂懂继任女君之位以来,凤酒的逍遥日子算是到了头。 白衣上神,自卫得了个光明正大的由头,实时以安天下,先当,正己生等为君之道对凤酒严加都学。 凤酒啊,脑门上顶着青秋之君的条条纲继,竟是认认真真地上起了足学。 其中,由于顿树一门课业,着实精进有加。 连教授顿树的夫子也破天荒地对这个数千年顽固不化的猎徒赞赏了好几回。 直到有一日清晨,凤酒刚入中学,便在夫子眼皮底下,以一片秋香叶为美剑,幻化出了个分身。 自己则隐身顿出宗学课堂,溜到凡间,玩了整整一年。 带回到课室时,青秋已出现了暮色,夫子竟然完全没有发解。 反而大家赞赏凤酒今日格外勉励耗尽,真是如此可娇也。 凤酒觉得是时候重拾久违的逍遥时光, 自此一旬之中,每每每要逃课,各两三日玩个尽兴,日子过得十分快活。 不禁又感叹了一回夫子正是年迈婚馈好糊弄得紧。 白衣上成自从听那婚馈好糊弄的夫子得出,得到女儿竟十分乖巧懂事,心里也觉得十分快活。 又听得女儿近三百年来,对于倒数的上古一课竟颇有天分, 言习精进,学中已无人能及,心中更加的快活。